苗栗县竹南镇 十号惊传儿子打死父亲的人伦悲剧 陈欣男子最近失业 母亲叫他回家住减少开销 没想到前天下午四点多 却跟常年酗酒 有家暴行为的父亲爆发了口角 两人发声扭打 胸前在一气之下 拿了安全帽木棍反击 结果将父亲打倒在地 最后是送医不拒 五十六岁的陈欣男子 十号晚间紧急被送到医院 他的前妻和儿子紧跟在后面 但经过医院急救 因为头部受创 最后人伤重不治 行凶的竟然就是死者的儿子 警方调查 行凶的是死者三十一岁的儿子 因为最近失业 母亲为了帮他省下 每个月一万元的房租 要他搬回家与父亲同住 但死者疑似对他家暴 还要赶他出去 两人发生扭打 胸前最后奋儿拿安全帽 和木棍反击 将父亲打倒在地 有家暴的状况 对他的太太严肃的部分 都有家暴状况 那邻居的部分 也一直反映这个 这个是酗酒 长期酗酒的状况 检峰表示 死者长期有家暴和酗酒问题 十号下午 父子两人先发生口角 傍晚又发生扭打 将解剖 进一步厘清死因 讯后将嫌犯 以过世致死罪嫌 以送法办 记者邱世佩赖斯杰 苗栗报导